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最后一期 原神冷知识第18期 这里呢祝各位投币的小伙伴都能 此年初雷神星海九条沙罗 统统带走 那么废话不多说 听把来了 打在弹幕上 我们马上开始 奇怪的篝火 在蒙德赛西丽亚苗埔的副本这个地方 这里有两个火架 如果我们使用雷元素攻击 把其中一个给灭了 而另一个它就会点燃 我试了好多遍都是可以点燃的 但是呢 在副本旁边的两个却不行 好家伙 我只能说 这位投稿的粉丝是真的戏啊 奇怪的水 在道齐鸣神大社这里 旁边有一个水车 走进去后呢 并没有发现有水元素不着 而且无法被冻结 没有水元素不着 冻结不了 那就是证明是假水 但是呢 在道齐的另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大水车 有水元素不着 却冻结不了 但是流下去的水 却可以冻结 好家伙 实锤了啊 员工偷狼啊 道齐角色的桥彩档 目前道齐呢 有四个角色分别是 早幼 宵公 妄业神里 有粉丝跟我说 他们分别是对应着 春夏秋冬 柚子的花旗是春季 金鱼在日本是夏季的风务师 枫叶是秋季的象征 春花的花旗是冬春焦季 好家伙 这波是米哈游和这位粉丝投稿都很细啊 道齐的隐藏成就 在道齐这里呢 如果你美日委托有接到一个叫家乡滋味的任务 会指引你找到这个人啊 第一次呢 接到后 你会给他一个劣质的食物啊 也就是烤焦的一个食物吧 然后第二天就会有一个后续任务 然后就给他一个完美的食物啊 就可以完成一个叫 离越一方的成就啊 一般情况下呢 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 因为我不会给他不好的东西 毕竟有 又不是什么魔鬼 2.0版本呢 幻影心流活动地点呢 在道齐的礼岛左上方 这个地方应该有很多小伙伴开传过去的吧 其实呢 这个是可以直接传送的 没看过这个视频 还蒙在鼓励的小伙伴 扣个大聪明啊 我更离谱 还放了口袋锚点 谢亏啊 光与忘业的小知识 在九条正屋下方呢 这里有一个营地 我们使用角色攻击 这个货物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但是我们使用万叶的一技能呢 攻击后居然亮雪条了 好家伙 这bug 全服不发个十年抽 发了后我当场失忆 哼 五个甜甜叫花鸡 你不要不死好歹 呃 那打招了 众所周知 万叶使用一技能后呢 会有一个枫叶飘落的特效 如果我们站在枫叶下方 开启一技能呢 就会 枫叶变多了不少 不是枫叶是不行的哦 可恶啊 这男人 那该死的魅力 深深的折补了我 万叶 他为什么那么帅 真的 好想好想和他 切磋剑术的奥义啊 雷种子的小知识 在我们体力耗尽的时候 使用雷种子起飞 不会掉下去 而且还会恢复体力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嘿嘿 个子矮的小知识 首先我想问一下各位啊 我这阵容配的到底行不行 众所周知啊 个子矮相比高个子的话 好处就是可以穿过 高个子无法通过的地方 代表角色有消 当时呢 在雪山顶端这里有 有一个风场啊 使用小萝莉角色非常趣 碰不到加速圈 我想尽了各种方法 萝莉还是上不去 看来是我配对是配的不行啊 哼哼哼 你们骗我 一技怪的小知识 众所周知啊 一技所谓这东西呢 我们都知道 用弓箭去射他两下眼睛弱点 就可以使他瘫痪 如果是一技猎者一帮王家呢 萌新王家可能不太清楚啊 首先我们需要起飞 然后和他高度差不多的地方 他就会起飞嘛 这时候我们用弓箭 瞄准他的眼睛啊 他就会掉下来瘫痪 这时候呢 我们使用角色进行强有力的输出啊 击败他 非常简单 萌新学校后呢 再也不怕这东西 啊 早哟早哟 你在干嘛 好家伙 怪起来了啊 怪起来了 怪起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梁夏 不是梁夏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 原神忍知识第17期 上期忍知识我说过 这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期忍知识啦 呃 请把梁夏的鬼 骗人的嘴 打在公屏上 如果当中有你值得忍知识啊 可以带弹幕发个 嘿嘿 那我们马上开始 秀恩爱 死得快 在稻妻 在稻妻 名神大社上方秘境的上面 有这么一对 愚人众 葬镜 侍女和在务人 啊 没想到我玩个愚人神 还要吃狗粮 这时候呢 我们使用琴 长安意 把他们击飞到水里去 啊 还能拿拿材料 这波啊 是真不错啊 兄弟们 我做的对吗 长量自便宜快速充能2.0 众所周知啊 自便宜放在电气水晶 可以让啊 这个自便宜快速的充能 啊 是这个方法呢 麻烦 他需要找到电气水晶 而且啊 我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直接啊 用技能呢 这时候呢 拿出早又老 对不对 啊 是早又女儿使用一技能 长按 让这个自便宜啊 光速的完成 好家伙 早又 整活地神 游泳体力小技巧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呢 冲刺的时候呢 冲刺的时候 总是感觉体力消耗特别快 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小技巧啊 有规律的点按W键 啊 加上冲刺 即可让体力大大减少消耗 意思就是 不要长按的去点击W键啊 手机端也是同样的操作 啊 所以你说你学会了吗 丰厚的奖励 在雪山营利中 有一个叫玉霞的NPC 啊 跟他对话的时候呢 我们会知道 门德成的赛流师 是这个NPC的弟弟 啊 选择关于雪山的对话后呢 他会给你四本大英雄经验书 非常的丰厚 啊 丰厚 相比其他NPC 只有绿色蓝色经验书 还是不错的啊 记得去拿一下哦 稀有的弓箭武器 众所周知啊 防取弓这把武器呢 只能通过地图上的宝箱开出来啊 有概率 没按法 通过起运获取 但是在到期的离岛 传送点这里呢 有一个叫中野的NPC 跟他对话 可以获得一个防取弓 啊 记得收藏起来哦 反正我到现在好久是没从宝箱开出来了 而且这把武器呢 可以给猫猫啊 使用啊 没有记理工的情况下 不想用西风 可以提高猫猫的盾量 话说 不会有人五十级以上 还没有记理工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中野中野 呃 好熟悉的名字啊 中野一花 二奶 三九 四月 五月 懂了 这个NPC就是五等分新娘的五个人 奇怪的鸟窝 在名神大社两侧房子上面呢 分别有一个鸟窝 这个鸟窝挺正常的 有两颗大家熟悉的档档 然后我们过去那边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鸟窝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 爆出生意物 好家伙 这不会是鸟生出来生意物吧 我一定要抓住这只鸟 铁匠的小知识 众手周知啊 跟铁匠对话 可以通过他了解到所在国家的感觉 一块的位置啊 不过还能通过另外一个NPC 在这个地方啊 找到这个NPC 跟他对话啊 可以获取其他 一块的一个位置 每天按照这个位置去找一找 锻造武器啊 轻轻松松 不用愁啦 砍树的小知识 我们都知道啊 使用弓箭法器角色是不能砍树的 只能通过 单手剑 双手剑 长命武器 但是附了魔的武器是看不了树的 不过现在应该很扰人去砍树的 尘阁湖都已经每天零奖励了 已经不广了 不然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NPC的彩当 最近呢 有粉丝给我这样投了一个稿 有这么一个冷知识 再到七城呢 凯瑟琳附近有一个叫鼓鼓声的冒险家 他的名字呢 在王高达0079男主角阿姆罗配音的演员 鼓鼓策的一个梗 之所以叫鼓鼓声呢 那是因为鼓鼓策给高达00配音时 还使用了另外一个艺名啊 叫唱乐声 而原神里的鼓鼓声一直在念叨那句语音 新人冒险家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就是在王高达0079里阿姆罗的名台词 人类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的一个梗 好家伙 我只能说这位粉丝是真的细啊 真的太细了 太细了 不断绝了 感谢观看